伊朗抗議活動持續至今 當局暴力鎮壓兩多人死亡 甚至斷網管制言論引發國際撻伐 就連美國政府也將急於出手 聲援伊朗民眾 傳出拜登政府找上世界首富馬斯克 希望援引新年服務 好讓伊朗民眾和外界取得聯繫 其實早在九月底 馬斯克就已經在伊朗 著手啟用新年服務 如今美國政府積極要和馬斯克 討論對策擴大實施 但計畫可能不如想像中那麼順利 馬斯克性情難以預測 眾人皆知 根據CN取得的文件顯示 先前馬斯克免費提供新聯衛星網路服務 駐烏克蘭在戰場上對抗二軍 但至今花費已近一億美元 而且都由SpaceX來買單 馬斯克原本打算改為使用者付費 引起廣大爭議 事後一度要求五角大廈提供資助 卻又改變新意發推文稱將繼續免費資助 這回美國當局將再度害馬斯克交手 討論伊朗新聯服務 但近日馬斯克又提出俄烏和平計畫遭各界踏罰 大炮性格也讓美國政府捏把冷汗 閃靈新聞這首報導